丘比特黑化后拿着剑到处猎杀 射穿渣男渣女眼镜 自古以来 丘比特爱神的地位无可动摇 如果有一天 丘比特黑化变成恶魔 那世界会是怎么样的呢 故事开始 丘比特单身于人世时 就赋予使命 保护人世间所有的爱 他对灵魂女神普莱克一见钟情 她是闻名于世的大美人 本来两人恩恩爱爱 丘比特的母亲美神维纳斯 因为妒忌普莱克的美貌 于是实际拆散两人 为了和丘比特在一起 普莱克答应了维纳斯 要完成他 给予的三个不可能成功的任务 奇迹发生了 普莱克完成了任务 却被阻拦在维纳斯神殿前 半步不得踏入 快要立即而死时 丘比特为了救他 拿出自己的剑 想刺破普莱克的身体 输送力量 但维纳斯偷偷篡改了他的弓箭 普莱克在痛苦中死去 丘比特抱着他的尸体 痛不欲生 为了让他复活 丘比特来到地狱最黑暗的角落 找到死神想要复活普莱克 却被死神蛊惑 把黑色血液灌入丘比特身体里 再也感受不到爱意 就这样变成了恶魔 在人间游荡 四处杀死那些玩弄感情的人 之后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小镇上 大美是一个研究巫术的学生 她按照步骤 将血液滴在她暗恋的男老师照片上 希望她能爱上自己 而她暗恋的男老师 却喜欢同为老师的金发女 两人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 净水楼台先得月 大美怕是没什么机会 此时另一名老师走进来 告诉男老师 你班上的大美又被同班同学欺负了 她来到厕所 看见大美的头发被口香糖沾上 她开口说 如果有人再欺负你 请一定要告诉我名字 大胆说出来没关系 我会帮你 然而大美没敢说名字 大家都知道 离开厕所后 男老师找到班上的同学小丽 警告她不许再欺负大美 然而小丽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 上课的时候 男老师多看了大美几言 她惊喜地告诉朋友 我觉得是我的咒语起作用了 这一幕被小丽看在眼里 男老师因为她开小差 就训斥了她 因此小丽故意偷走了 男老师的手机 晚上大美收到了 男老师发来的短信 让她发一张 性感的自拍照过去 大美高兴坏了 越发觉得是咒语灵验了 她把自拍发过去 另一边 小丽拉着自己的猪鹏狗友 一起对自拍平头论足 事情还没完 情人节那天 大美收到了 男老师写来的字条 与红玫瑰 说是邀请她 一起参加学校举办的舞会 放学后 大美带着玫瑰 来到男老师办公室表白 结果被男老师无情拒绝 躲在门后的小丽 一众人等 偷拍下整个过程 第二天 还故意在课堂上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公开视频 大美不看众人眼光 逃出教室 随后又在公布栏上 看到自己发出去的自拍 小丽还故意走出来嘲笑她 大美怒火攻心 一巴掌盖到她脸上 两人扭打在一起 被文讯赶来的老师阻止 大美一个人走到实验室 念出召唤死神的咒语 发誓要让不幸降临到这所学校 结果死神真的应召而来 大美背对着她 说要让学校里的人都是去爱 死神允诺了 大美没敢看她 据说看了死神的人都会死 放学后 所有同学都走了 大美跟小丽还有一众狐朋狗友 因为打架都被流淌 几名老师留下来看住他们 小丽到现在还是不服气 除了把锅往大美身上甩 还对着校长口出狂言 校长决定开除她 小丽气得直接出走 坐上男朋友的车时 变成恶魔的丘比特被死神换来 校长文讯赶来 却被一箭射穿 小丽跟男友从车上逃了下来 丘比特对准男友射出一箭 小丽扶着她 亮亮枪枪逃进教学楼 男友中间后 身体开始慢慢腐烂 全身蔓延出古怪的爬痕 悲剧还在上演 恶魔丘比特 在学校对着剩余人展开追杀 小丽的狐朋狗友都被一一射杀 交友不幸的典型案例 看到这些人死去 大美这才后悔 自己干了一件蠢事 小丽逃到实验室 发现大美召唤死神的咒语本子 当着一众幸存者的面 她逼着大美承认自己召唤死神 随后 大美 小丽跟男老师三人 迎着恶魔丘比特往没人的地方走 为了结束这一切 大美再次念起召唤死神的咒语 说要结束这一切 但死神告诉她 可以停止 只要有现场一个人肯牺牲 恶魔丘比特把弓箭对准了男老师 大美吓得赶紧推开她 此时小丽因为她举动 突然转头 看到了藏在黑暗中的死神 她死了 现场有人牺牲 死神结束了这一切 电影设定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邱比特难看了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